檔案裡面,其實最常見的不外乎就是CP950 不外乎就是UT28 那當然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微軟陣營就CP950 一個就是非微軟陣營,就像Google,基本上就UT28 所以你只要記得啦,這兩種機會是比較大的 另外的話順便補充一下,如果假設你的檔案 不是放在根木屋底下,比如說你可能放別的地方 其實你就是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你的檔名 前面其實可以加上路徑 也就是可以把這個路徑 放在這個檔名的前面 一般習慣是建議啦,你乾脆用直接這邊點一下,複製貼過來 會比較安全 怎麼做,比如說像這個檔,低疊底下,因為我放在這裡嘛,你可以點一下 複製 然後直接在這個OPEN的這個檔名的前面貼上 並且加上一個反斜線 意思就是說,我的檔案喔 是在低疊底下的這個目錄底下的 這個檔案喔 OK,如果你假設啦 要找的話,可以到那邊去找找,這是絕對路徑 剛剛那個相對路徑,所以呢 如果你的路徑 是放在另外一個 地方的話,那可以用這個方法 不過呢,以前舊版的話,我印象中這會出錯,為什麼?因為這個反斜線是 脫移自圓 也就是說,以前的做法好像就變成要兩個才可以 兩個反斜線 但是最近我試了一下,我發現喔,其實沒有加也沒關係,直接執行 好像也OK 所以這個跟各位講一下,如果你是一個路徑的話,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一下 那另外的話,第二個喔,我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就是說 如果我只要前10個會員,我不要全部啦,全部的話50個太多了 我只要前10個,前10個怎麼做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能就要牽涉到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樣去 只取得部分資料 因為READ的這個 方法是全部讀取 那如果我只要讀部分的話,那方法很多啦 只是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就不能用READ,而是用什麼 另外一個方法,也是READ 後面加上什麼 如果你用READ的話,READLINE 當你執行的話,你會發現他只有讀一行 READLINE顧名思維碼,讀一行 那可是如果你 用READLINE的話 他會變成這樣子 一個串列,中瓜屋開頭 然後呢,裡面就放 一串的資料 一串資料什麼 這個 字串裡面 放了 豆點,最後加一個換行 有沒有,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第三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用READLINE 他其實是 這個S裡面 基本上就是一個 串列 那其實串列的話,習慣是 喜歡把它改成List List1 那print的話就print了List1 這也許這樣 比較習慣 習慣 讀過來的話會是個串列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全部的串列啊 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部分的串列怎麼做 部分串列,而且是什麼 第 因為他編號從0開始 所以我只要從0 1 2 一直到10的話 編號剛好10 我要的資料是0到10的話 那這樣怎麼做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想到說 那我們就變成說 需要用for回圈來完成 這個時候for i in range 也一樣嘛 Range 範圍跟他講一下 我的Range是從0 構點 那我要幫我讀到第10個 第10個 所以第11個停下來 冒號 然後呢 幫我把那個List 這邊就List1 幫我把這個List1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一個一個print出來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 前面用一個print 前括弧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這邊加一個中括弧裡面放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這個i裡面的詞 等於0的話 那就讀這一筆 等於1的話就讀這一筆 1次類推 OK 所以喔 這樣基本上已經很接近了喔 那我來試試看喔 如果執行的話 0到10是不是輸出了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輸出的話 這個是0嘛 這個是1 1次到10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好像多了一個什麼 換行 為什麼換行呢 因為他的資料本身後面 結尾就是一個換行 那假如說啦 你不想要這個換行喔 怎麼辦呢 其實我前面講過啦 要不就是你把printer本身的那個換行拿掉 就是END 等於沒有 這樣意思說printer本身會有一個換行 那我不要那個換行 我用你原來的話換行 可以啊 你會發現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的 換行 也就不見了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喔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喔 你可以 保留printer本身的換行 而去掉 他剛剛裡面的這個換行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學 一個 這個一個 一個方法喔 叫strip 在這邊有個叫strip 那strip意思是說 把頭尾 不要的東西 字圓 把它刪掉 什麼字圓 反斜線 N 也就是說如果你加了這個的話 意思是說 如果遇到頭尾有 換行的話 那幫我把它去掉 這樣其實也可以喔 OK 可以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把什麼 把它尾巴的 換行去掉 雖然結果是一樣的啊 不過剛剛的方法是去掉printer 的換行 那這個方法是 去掉 它資料裡面所附帶的那個換行 所以兩個方法好像看起來一樣 但是那個 其實用法 都會有點差異啦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哪個比較好呢 其實看各位習慣啦 反正這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當然你不要沒事兩個都做 如果兩個都做的話 你想說我兩個都一起來 如果兩個都一起來 變成怎樣 變成沒有換行了嘛 變成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有沒有 OK所以你就取一啦 我看比較簡單是應該是 END等於空的 這樣比較簡單 OK好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什麼 只取得 這個資料的前10個會員 OK 10個會員 好 已經 越來越向前了 所以喔 剛剛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 改哪些地方喔 第一個 本來是READ 改成READLINE加S 意思說呢 把這些的資料全部 一行 一行一行 所以呢讀過來的資料呢 他會幫我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這一點第一個 那如果我要子取前10個的話呢 就是編號0 到編號10 所以我用for i in range 從 0 到11停下來就是到10 所以剛剛0到10 然後呢把他裡面的i值 OK 放在list裡面 他就一個一個讀 並且把他尾巴的換行去掉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延伸剛剛的那個練習 剛剛是全部讀 那現在的話呢 是只要 讀 前10個會員 OK 試一下喔 好 好 好